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看一個關於網紅的兇殺案 就是講講浙江有一個無盜的網紅教師 竟然被人割頭,慘案的導火線 竟然就是因為要拍這個抖音影片 在2018年8月1日浙江慈溪一家人 就去到人來人往的商場 然後發生了一宗命案 22歲的女網紅陳巧鋒 就被前男友用一把尼刀佔到年筒十六刀 這十六刀捧完之後 竟然又再進行一個翻攪 是把刀在傷口上翻攪 所以這個女仔身上是留下很多三角形的傷口 曾經是一對情侶來的 到底為何要落這麼重的殺手呢? 這個叫陳巧鋒的女仔 在一九九六年在浙江慈溪 一個婦孺家庭出生 家庭有工廠父母都不缺錢 陳巧鋒自幼就被一家人捧在手心裏 長大可以講得上要什麼有什麼 而她本人的學習成績不算得上太好 初中畢業之後是沒有考到高中 只是去了讀職高 職高的時候她就選擇了幼教專業 希望未來能夠成為一位幼兒老師 由於生得好靚 跟著又多才多藝喜歡跳舞 是讀職高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追 但由於家教都好嚴 父母不給她隨隨便便找男朋友 希望她能夠好好地讀書 拍拖的事等畢業之後再考慮 而陳巧鋒都好聽話 聽我父母的教誨 去到2015年的時候 陳巧鋒由幼師畢業 入了一間市直營機關 幼兒園工作了沒多久 父母就為了令到她上班更方便 就在幼兒園附近 買了一套兩房一廳的樓 陳巧鋒由這一日開始 離開父母一個人住 去到2017年 陳巧鋒辭了幼兒園工作 去到一間舞蹈學校成為舞蹈老師 陳巧鋒是喜歡跳舞的 而且舞蹈老師的人工 比幼兒園老師高太多了 這個時候父母為了方便她上班下班 是故意買了一架奔士給她的 家境好 有車有樓 生得又靚 完全是一個衣食無憂的富家女 她就成為了很多別有用心的男人 追求對象 陳巧鋒的男朋友叫吳亦棟 她比陳巧鋒大五歲 沒什麼好的學歷 曾經是陳巧鋒的職高 烹飪系的一個學生 畢業之後曾經賣過一段時間的服裝 之後輾轉做過很多小生意 但每次都是失敗收場 吳亦棟見到陳巧鋒之後 就開始瘋狂追求她 陳巧鋒本來都不同意 但一直被她纏住 後來就答應了跟她拍拖 吳亦棟的老家都是慈溪 她父母是養蜂人 上年在內蒙古一帶養蜜蜂五億棟 由小到大都是跟著爺爺媽媽長大的 讀到職高的時候 她就認識到陳巧鋒 兩個人就變成朋友 陳巧鋒家境優越 父母對未來女婿的家庭條件 都沒什麼太大的要求 只是希望男子對女兒好 人品過關OK 其實父母在陳巧鋒工作之後 亦都沒催著女兒找男朋友 只是希望她隨緣就算了 去到2017年8月份的這一日 陳巧鋒父母去到醫院看病 回來的時候 希望去女兒房子幫女兒收拾房子 所以父母就拿著鑰匙去到女兒房子 父母打開門的時候 剛巧見到五億棟在女兒房子睡覺 見到女朋友的父母來到 吳亦棟按道理來講 應該要好好地表現 但是當時吳亦棟 不知道是不是睡懵了 面上一點笑容都沒有 而且當時已經是朝早10點多 吳亦棟見到陳巧鋒父母來到 是催不出 繼續回房睡 還反鎖房門 見到個女兒 有個男人 父母都知了 可能是個女兒的男朋友 但是這個男朋友 對女朋友的父母太過冷淡 他媽媽就叫個老豆叫醒吳亦棟 吳亦棟起身之後 是面無表情 頭髮又亂 這樣坐在她們面前 竟然一句說話都沒有說 就這樣站在那裡 當時陳巧鋒父母認為 只要陳巧鋒即是自己女兒喜歡就算了 雖然第一印象不好 但父母亦都沒有干涉陳巧鋒的戀愛 但是令到父母想不到的是 這一個所謂的男朋友 是有好大的問題 陳巧鋒和吳亦棟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之後 逐漸過了所謂的戀愛甜蜜期 這時候兩個人之間是開始出現一些矛盾 矛盾發生的時候 陳巧鋒逐漸發現到 吳亦棟比較偏激和暴力的一年 2018年2月頭 兩個人發生爭執 之後陳巧鋒開車上班 吳亦棟竟然站在陳巧鋒的車前面 逼停車暴力搶走他的車和手機 陳巧鋒唯有這手機和哥哥求救 在哥哥趕到來之後 才拿回車和手機 而這件事亦都暴露到這個男人 情緒相當不穩定 所以陳巧鋒的家人都認為 他的男朋友不是什麼好人 希望個女兒能夠再考慮一下結束這段感情 後來由於兩個人經常發生矛盾 陳巧鋒的父母專門找人去夾八字 那八字顯示出 這兩個人不是所謂的良緣 而且雙黑 父母更加不同意這兩個人繼續在一起 去到2018年4月份的3、4點 陳巧鋒哭著打電話給哥哥哥 說自己家的門被男朋友踢爛了 要哥哥馬上趕過去看下 哥哥趕到來的時候 他男朋友已經不見蹤影了 剩下妹妹一個人在家哭 後來陳巧鋒的家人發現 他車的車載顯示屏和保險桿都被人打爛了 雖然陳巧鋒是百搬掩飾 但家人都知道這件事肯定是跟他男朋友有關的 每次只要發生爭執 不抑動的情緒就會十分激動 做完事之後是會後悔 等他冷靜下來 亦都會找個女朋友陪禮道歉 聲淚區下甚至乎跪在他面前 求個女朋友原諒 而陳巧鋒亦都心軟原諒他 去到2018年的5月 陳巧鋒竟然知道個男朋友沉迷賭博 和爭落好大筆的賭債 於是提出分手 就將五億棟掃地出門 但是他找了開鎖老過來強行入屋 搬走了女朋友好多的衣服和證件 後來這件事公安部門都要介入 而這件事之後 吳亦動為了令到女朋友再次接受他 就買了隻狗做禮物 跟他陪禮道歉 那女朋友亦都是再次原諒 後來有一次偶然的機會 吳亦動就拍了一條陳巧鋒跳舞的影片 發佈在陳巧鋒名下的抖音帳號那裡 無想到竟然爆紅 那波方量去到百萬以上 吳亦動見到這一個是相機 所以整日纏著陳巧鋒去拍影片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發佈了五十九條影片 吸引了四十幾萬的粉絲 女朋友正式成為網紅 但拍影片這件事 兩個人的意見不統一 所以兩個人整日爆發衝突 有一日吳亦動在衝突完之後 就趁著女朋友睡著了 將他支付寶那萬多元轉走 陳巧鋒好生氣 再次將吳亦動趕出家門 而陳巧鋒曾經在2018年過年的時候 去到吳亦動家見過他父母 而吳亦動的父母亦都給了一萬元 給陳巧鋒做過年利事 而之後吳亦動是多次 跟陳巧鋒拿回這筆錢 就在他兩個人鬧分手的時候 他亦都將這筆錢轉了給吳亦動的表姐 希望轉交給對方父母 後來兩個人的了解越來越深入 就連女人都覺得男朋友不是好人 最終下定決心要跟他分手 但是其實其中一個導火線 亦都是跟抖音有關 自從那些影片爆火之後 男朋友覺得是賺錢相機 就以這個做工作 想利用女朋友拍抖音 接拍衣服廣告賺錢 於視乎他不停地找新素材 去逼女朋友拍新影片 保持熱度 本來女人拍影片 即是玩下玩下不想搏點擊賺錢 但是他不懂拒絕人 每次他不想拍抖音的時候 吳亦動就通過甜言物語 甚至威迫利友去令到他繼續拍 有時候陳巧鋒好忙 沒時間去拍抖音 兩個人亦都會因為這一個原因而吵架 而成為網紅之後 曾經有不少創商找他們合作 吳亦動都答應了下來 但是拍抖音所賺到的錢 全部入了吳亦動的戶口 亦都被他揮霍一空 後來死者的媽媽也說到 他說如果我女兒跟他分手 不再配合他拍抖音 男人就要賠償廣告費 所以他得不到就要毀滅 而兩個人分手之後 吳亦動曾經試過追蹤、威脅、騷擾等等 曾經多過手段對付自己的前女友 而兩個人分手之後 他曾經是打爛過女朋友家的家司 還曾經換過五十個電話號碼 不停威脅和騷擾前女友 就算他搬回去自己媽媽家居住 這一個前男友亦都會跟蹤他的 甚至乎在陳巧鋒家的監控 是拍到這個男人半夜三更去到別人家門口 而剛才所講的那隻寵物狗 女人還要花二千八百元才能夠拿到他回來 而根據這個死者好朋友所講 他生前不止一次哭著地說 說怕自己死在家裡 所以父母才接女兒回家居住 陳巧鋒的媽媽低價將層樓賣了 但做了那麼多事 依然無辦法逃離前男友的糾纏 這個叫吳亦動的人 經常走到陳巧鋒工作的地方 潛伏糾纏 甚至乎搞到女人不敢一個人上班 陳巧鋒的媽媽那段時間 根本不敢讓女兒自己開車 每日都是自己去接送她下班 避開個男人的糾纏 去到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號 陳巧鋒同一個男性朋友 在公園上散步聊天 吳亦動突然出現 就同陳巧鋒的朋友打起來 而且拿了把刀出來 幸好陳巧鋒即刻報警 這個前男友才知難而退 而陳巧鋒的父母認為吳亦動 可能在她的車或手機上安裝定位裝置 所以父母都很擔心她的安全 是不給她一個人出去的 不過父母的保護 不是二十四小時的 怎都會有一個人出去的時候 去到二零一八年八月一號 晚上八點鐘左右 陳巧鋒想同朋友一齊看電影 她同媽媽說不用接她 去到這個時候吳亦動 就同陳巧鋒發了個訊息 就希望可以見面談一談 陳巧鋒無回覆 吳亦動又發了好多條訊息 全部都是威脅和恐嚇 就聲稱要殺了她 收工之後 陳巧鋒同朋友開車離開單位去電影院 而這個時候吳亦動就潛伏在陳巧鋒的單位門口 看到她開車走了 就一直吊著她尾 而陳巧鋒發現前男友跟蹤之後 是有點害怕的 她馬上開車去人多的地方去到 然後去到新都會的商業區 因為這裏好多人 陳巧鋒認為前男朋友 不太可能在這個地方下手 不過她想錯了 陳巧鋒落車去到商業區之後 就吳亦動是跟著她尾 一起進去 而且她好快速追到她 拉著陳巧鋒走去人流比較少的夾公仔機店前面 陳巧鋒不斷喊救命 而吳亦動這個時候就拿了把刀出來向著她 每一刀刺下去都會轉一圈攪動一下 就是這樣 陳巧鋒就躺在一攤血裏面 當時夾公仔機店的老闆是看著她行空 打算過去阻止她 一見到有人過來 吳亦動就放下女人 就拿著把刀瘋狂刺過去 不過幸運老闆避開了 而她亦都是拿了拖把 和吳亦動對峙後來她走了 但最終的結果是陳巧鋒因為失血過多 22歲就死亡了 去到8月1號晚上9點鐘左右 吳亦動自己去到公安局自首 在2019年4月3號一審開庭 吳亦動因非法剝奪他人生命 構成故意殺人罪判以死刑 而吳亦動提出上訴 而她家裏就拿了醫院的診斷證明出來 就希望證明她有抑鬱症 再加上她有自首希望能夠輕判 但去到2019年11月 二審法庭維持原判 去到2020年8月31號 她終於被執行死刑了 這一個這麼恐怖的情人 終於都受到法律制裁 這案件只能夠說 可能女生家裏一直以來保護她太好 不明白細圖有多險惡 認識到這些恐怖情人 是不認識斷到乾乾淨淨 那當然啦 這一種恐怖情人 就算你跟她分手都好 她是會一直在你身邊出現 一直纏著你的 所以就算她想撇甩她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這一個案件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那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個言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